在江湖中长旗,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旗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胡玉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第十届国务总理杯世界业余围席锦标赛的一盘旗 由我迎战韩国的金锡中期一段 好,我们先进入到棋局,看看这盘棋 国务总理杯是韩国举办的一项世界业余围锦标赛 当时是第十届,这盘棋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盘 前四轮我和韩国金锡中都全胜 是赛场仅有的两名全胜棋手 基本上谁赢,这盘棋谁就将获得冠军 赛场做这个准备的时候 其实对金锡中这名棋手并没有太多了解 因为他是刚刚从那个,还是韩国的院生 当时只知道他是韩国院生一组 而夺得了那个国务总理被韩国国内的一个选拔赛冠军 能在韩国拿冠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也充分证明了他的实力 这个布局应该说现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开始流行 不是最近,就是当时非常流行 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把这个姓位移到了这个小木 黑棋挂脚的时候,白棋就稳扎稳扎先锁一个脚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随后黑棋比较常见的有几个 一个是围绕着这里战斗 比如说黑棋走这个 白棋接,黑棋走,白棋长 这也是有的一个变化 黑棋走,白棋接,黑棋跳,白棋扎 白棋长,或者扳,都有 这一段变化我想对方既然下出这个布局的话 应该对这里的变化应该很熟悉 随后黑棋也有走这个的 走这个白棋一压 黑走这个,白棋长 黑长这个,希望白棋能走这个 黑棋盖住 黑棋走这个,白棋扳 这形成一个定势 但黑棋实地不错 希望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白棋现在针子有的情况有可能会挡 挡完以后就比较复杂 黑棋现在要再引针 但引针的话白棋也有可能拐 所以这一代的变化还是相当的复杂 实际上也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而走这个的话,应该说 据说是阿发狗吉利推荐的一首 是最复杂的一个,而决议推荐的一首 这样也,当时其实对这个局部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当时我对这个局部并不熟悉 我担心就在布局中过早的陷入对手的一个圈套 这个是当时不太愿意的 这黑棋压完了再一飞 白棋再打吃了一拖 这个变化应该说是相当相当复杂 没有一定的研究 我建议是最好不要下 据说是黑棋压好像吃 白棋随后又提和退两个下法 反正这个就比谁的研究深了 而我在这方面,在这种局部的研究 应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对这里实在是没有改下这个 特别复杂的一个大鞋定式 很让挂脚 因为现在大鞋定式里面的新手确实也非常多 跟以前几十年前的那个大鞋不可同容而语 而且都现在都只是双方 我觉得黑白棋都不太愿意下 如果白棋能够忍耐的话 那倒是黑棋不错的一个局面 黑棋搬 这个我认为黑棋还可以 白棋走 黑棋长 白棋跳 黑棋造这样 我觉得这个图倒是黑棋还可以的局面 但实际上采取另外一个方法 我实际上是觉得先扎实手脚 白棋拆一个 再拆一个 黑棋手刀两个脚 但白棋的速度更快一点 实际上下面一手机 白棋应该说 可能他对我实际上也有一些了解吧 之前在这盘棋的比赛之前 这盘棋应于2015年10月份 比较之前我也想过类似的棋 当时别人是走这个 开拆两个 我倒觉得这机黑棋还可以 实际上我逼了一个 他实际上改成这个以后 我当然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这手机的价值就变大了 如果白棋继续往这拆 或者拆到黑棋可能会往这走 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是黑棋还可以的一个局面 毕竟黑棋多手了一个脚 实际上他变招了 往这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 如果黑棋假设最简单的往上面走棋的话 白棋这不正是绝号点 黑棋很难受 如果黑棋跳一的话 白棋还有这一辆靠的手法 靠了一段 这是常用的一个整形手法 黑棋力 白棋局部有一点 这样的话 如果黑棋贪吃的话 这白棋外面全厚了 全是先手 尖了盘 这个三个都是先手 如果黑棋尖的话 白棋还可以压 再走白棋还可以压 这样的话 白棋这里的一个配合还相当不错的 所以时常经过 黑棋这里没有模样 还是想正一个 因为觉得 希望能做这样一个交换 再往这个走 这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那这里先手 走到一下 那肯定是便宜的 白棋再尖 黑棋小尖 能走到这样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 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但实际上白棋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直接反击 这手棋成不成立 黑棋肯定小尖 白棋直接往这里冲断 黑棋不怕 打吃 立 黑棋虎 接下来白棋就比较头疼了 白棋如果 其实不管走哪 白棋如果拐的话 黑棋肯定会爬 这个白棋形状 已经是崩溃了 白棋如果靠这个 想反击 黑棋也先爬 这白棋所得胜位 只能走这个 而挡的话 黑棋一挡 白棋几乎没什么收获 走这个的话 黑棋作战也行 或就算简单搬过也行 脚伤白棋已经损了不少 所以 大致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会冲断 黑棋挡 白棋断 黑棋不能这么弃了 这么弃的话 那白棋太满意了 这个子效太高了 黑棋长 白棋走这个 接下来 这个黑棋 必须要防这个 白棋一靠的话 这个就要出问题了 黑棋也挡不住了 走这个 一断 这会有局部已经出问题 先完全靠这里的一个变化 黑棋一般是走这个 随后白棋可以走这个 黑棋还能点到一下 这样白棋 但白棋一般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可以走这个的话 白棋跳 再补一个也可以 或者甚至这并一个也可以 就不能跳 跳的话被黑棋点一下有点难受 所以综合来讲 但这黑棋可能还要往这补一个 白棋跳个一 这也是正常 但将来白棋这一靠 让黑棋有点难受 总体来讲 白棋直接对黑棋冲断 白棋黑棋不怕 白棋走一个的话 黑棋有可能就脱先 再尖的话 黑棋有可能就这个子就不要了 就简单推过来 因为毕竟白棋这里花了一手 所以这一带的变化 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 实际上黑棋觉得这已经 白棋已经觉得这已经便宜了 实际上这两手就要在尖这个 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大场 黑棋将来要走的 无疑说 首先这个点是有这一手 白棋基本上这样 基本上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这个和被黑棋逼住这个 确实差别太大了 而黑棋还有个办法就靠这个 靠这个的话 白棋估计会脱先 基本上是看着本来你应该往拆三 但你先拆了二 我这两手交换肯定不亏 这样留下的各种余味 比如说碰三三 比如说夹 甚至扳 这个变化也相当复杂 扳了一顶 黑走这个 白棋再爬 黑长 白棋就算冲断 这个棋真要杀起来也不一定 所以这两手交换肯定是应该是白棋得了 作为黑棋来讲 如果继续往这下棋的话 那被白棋再往这一拆 黑棋的全局的速度过于慢 黑棋布局的时候已经守了两个无忧角 其实从发展的速度来讲已经慢了一派 然后在这里又多花一手棋的话 那感觉这个速度太慢了 实际上黑棋形成一个立体型的 先往这走一个 接下来我觉得棋手棋也体现了一个 韩国棋手的一个功力吧 如果正常很多棋手 估计第一杆是往这下 但黑棋估计会飞出 走 随后走完这几手以后 发现黑棋这手棋和这个无忧角 这两个字的位置真的是太好了 都下在了一个位置上 白棋如果开拆 黑棋就是小飞 这白棋左上角顿时显得很局促 如果肩顶的话 黑棋再往这一加一个 这块白 黑棋这两个字的配合也相当好 而且白棋这三个字不发挥 所以这个 他认为这手棋意思并不是大 他宁愿走在中间 而作为黑棋来讲 也有了一个选择 黑棋如果跳的话 首先要防住白棋这个跳 这个跳的变化还是相当复杂 如果最简单的往这爬 那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 这作为 白棋来讲肯定没什么不满意的 白棋全走在外面 黑棋多爬了几个 就是三路增长了点目数 应该说尤其拿黑棋的一方 不太能这么下 肯定想冲断 冲断 之为这个不能断这个 断这个被白棋挡一下 黑棋有点吃不消 黑棋如果走这个 这个是实在太委屈了 白棋这还能拍 黑棋跑提了 那没法看了 只能走这个 白棋再挡 黑棋尽管脚上能做活 做活没问题 比如说靠 走 连斑 做活 相信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做活以后 这棋 首先你要考虑 这个长不长 长的话 先要被人家吃了 这个子先刮一瓢 那如果先补的话 那白棋就把这个 给蒸吃了 或者跳补一个 这棋 黑棋全在里面 而白棋在外面 形成了后市 就是比如说蒸掉吧 这应该说是白棋 很生动的一盘棋 白棋有挡下的一个抢手 如果白棋没有这个跳的话 黑棋肯定不会爬 肯定会选择跳 但白棋这手跳 确实挺头疼的 黑棋只能这个冲段 多多少少也些无理 这个成绩 我记得在 崔泽瀚的实战中 好像下过 但实战效果 应该是不怎么样 白棋一冲 黑棋左 白棋一沾 这应该说是 黑棋陷入苦战的 一个局面 所以综合下来 白棋这部跳 应该说 还相当不错的一手棋 黑棋大致只能 周庸一下 往这靠 白棋扳 黑棋倒虎 往这方面周旋一下 但白棋沾上以后 这个头在前面 黑棋打吃着 倒是觉得 这棋白棋 还相当的厚实 不太愿意这么下 所以实战在这里 但也纠结了半天吧 选择了爬一个的下方 白棋头走在前面 应该也无不满 黑棋长 白棋走这个 黑棋跳 实际上白棋一震 实际上当时 对局时的一个心情啊 就觉得 对方特别大局 也挺客气的 感觉对幕术也无所谓 我想实际上 只能走成这样 应该也无不满 但白棋后面两手棋 应该走得还很清楚 一小肩 黑棋也只能小肩补 大大缓和了这个靠的严厉性 所以白棋在这一飞 这个飞确实也很大 如果不走的话 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比较 被黑棋贴起 你如果跟着走 那是帮黑棋围控 就比如说 黑棋跟着贴 这块空就围起来了 如果不跟着走 黑棋一跳 不仅这块特别庞大 而且对这块整块白棋 也有一定的威胁性 像这个时候 我个人现在 当时觉得 黑棋的全局实地 应该说是还可以 但现在 如果重新回过头来 省市的话 我无疑更投白棋一票 应该说 白棋这个局面 更为生动一点 非常生动 这棋走都走在外面 中间也有潜力 而且黑棋全局的 控的发展性不够大 应该说 现在我可能更喜欢 白棋一点 但实战对局 实战对局时的 一种心情 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跟韩国人下 一般制定的战术 是必须要先把空拿住 因为韩国人 确实太能拿空 韩国人只要 把实地一拿住以后 后面就下得 特别特别的稳 跟你谋关子 而他们的关子 我觉得普遍 要比中国的棋手 要好一点 就通通 不管职业也好 业余也好 我觉得他们的后半盘 相对来说 都要更细腻一点 毕竟现在主要 在比赛中 活跃在第一线的 基本都是一些 韩国以怨声 怨声出声的吧 谈到这里 也正好可以介绍一下 国务总理杯这个比赛 国务总理杯 是创办于2006年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第一届的比赛 我也去了 当时第一届参赛的时候 还觉得这是一个活动 这是因为日本友谊 它的传统世界业危险比较散 韩国当时也有这笔经费 它是受到三星的 当时的一个赞助 韩国其实也有这笔经费 它当时也想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世界业余 维持锦标赛 但当时第一届的时候 去的国家 可能就四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而日本当时 已经快要到七十个了 但韩国国务总理 第一届的时候 缺乏了很多经验 就比如第一年 是把我们放在了一个 三星研修院 那个地方 怎么说 修身养系绝对是一个 修身养系绝对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非常安静 然后就是不方便 首先我们每天早上 他六点会放音乐 把所有的参赛起手叫起来 但比赛是在十点 这已经 已经让很多 包括有时差的一些 那些经发病检的老外们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适应 他时差还没调整 还没睡到时候 六点就被叫醒了 然后就像军事化的一个管理 这对于一些个自由 平时都自由性为主 自由散漫贯的一些 起手来讲 也不适应 所以就是一个饮食 韩国应该说是一个 民族自尊性 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他非常希望 让我们来感受 他们韩国的一个文化 包括饮食文化 所以经常给我们吃一些 野菜啊 树皮啊 就当然这有些夸张了 就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食品 然后我们中国可能还好 东亚的国家地区啊 包括中国台北啊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这些都还好 但一些老外就完全受不了了 老外没有见过 这这是这么吃的 所以就第一届的时候 引起了一些老外 尤其这些老外觉得 很不适应 很不习惯 所以第一届 大家以交流为主一个比赛 所以其实我也去过 这次国务总理杯 当国务总理杯 我觉得我个人的成绩啊 一直很不好 基本上就是之前 我下两次 两次第二次第三 而且都很不走运 有一次是日本 也出了一个名将平港葱 而韩国是宇东河 那一节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三个下了一个三个 积分循环 三个三循环就互相 一个赢一个赢 赢另外一个 随后就比小分 当时我小分绝对有势 然后最后呢 我的所有小分全输了 然后再比小分的小分 最后我差了 小分的小分 差了两个 应该就等于说 加了加时加了点球 才踢到第三第四轮的时候 终于不敌对手了 那当时其实还有一些争议 包括我在最后一轮 莫名其妙要下调 所以这些当时都有一些 不愉快的一些经历 所以对这个比赛 也有些心里有些阴影 觉得这个比赛 国务总理杯 可能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不太走运的比赛 或者说是非常难下的一个比赛 可是就是作为一个骑手来讲吧 越难下的比赛 却越想去下好他 越想来证明自己 所以后面的几届 都越来越不走运 直到这一届第十届的时候 赛前我也憋了一股劲吧 也憋了一口气也可以 就非常想下好这个比赛 当迎战那个金锡中的时候 对这名骑手又不了解 所以一开始的制定了战术 先想把实地捞好了 然后再开始跟他洗 一般来说 韩国骑手的力量 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 而他的那些 如果真的要下到戏气局面 确实我也吃过苦头 下到戏气局面 收官子的话 他们又年轻 而且基本功又扎实 往往会比较吃亏 而我毕竟在我那个年代 不可能像现在这种道场 就有这么系统的一种 官子训练 布局训练 我们以前基本上就是 一个训练模式 就是每周下一次棋 这个基本功方面 还是有差距 所以说知己知彼也好 说有自知之明也好 所以这排棋制定的一个战术 就是先想把实地给拿足 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可以回到棋局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讲 下到这样 应该说是黑棋可以理解的 但实际上如果从现在角度讲 我觉得白棋更宽广一点 这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者说随着一个对棋的理解不一样 棋风的一个变化 应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随后下面一部棋也是有一个 现在和当时的观点有一个明确的区别 当然觉得这棋白棋走成这样的话 韩国棋手一般来说都比较害怕战斗 我觉得他们的战斗力不是很强 我们经常就包括我在内 我赢他们的很多棋都通过战斗 或通过怎么样赢到的 而如果铺地板怎么样 说句实话我确实没有信心 所以当时觉得打路是只此一手 而现在如果我这次准备这次讲棋的时候 准备这盘棋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让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下在这一带 先走大的 等他补了以后再想办法 或者是阿发狗的招数 先这个靠一个 但这个是真子不利 可能会差点意思 像这个正一个或者走一个 可能会往这方面想 另外拆个一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直接往这里打路 确实现在没有这个感觉 而当时觉得要有一股气势 就这个比赛当然不仅是比的 技术一股气势 要在气势上震撼对手 但实际上这个打路 引起了一盘全盘的大混战 白石实际上先冲 白石这一下他非要先靠 等走完这几手 我发现这个对手 韩国人跟一般的韩国人 可能有点不一样 特别善战 似乎对我这步棋 他意思是说来得正好 我正想跟你杀一杀 找不到地方的时候 他开始跟你来了 白石断 可以去吃 白石再一靠 再尖出 这个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他的对手 可能会简单处理一下 把这个气了 或者抢个先手 妥协一下 而对手这个实战态度 是你来的正好 我正想跟你打一架 找不到你的时候 你自己送这门来了 那这个作为黑气来说 也没有办法回避了 这是如果吃这个的话 多少 从棋力上讲 也不失为一手 因为我通过这个气质 把这下后了 对这里的一个潜力 进行了一个限制 从棋力上讲 也不失为一手 但气势上讲 你打路进去以后 交换几手以后 自己溜了 那个气势上讲 说不过去 实际上就一拖 拖对手 下得非常的一个犀利 直接先退 先把我也下中 这几下 从布局的一个方针来说 这几下应该说 还是非常愉快的 道理呢 就是因为黑气 又把白石 这里的实地给绝了 先从全局的实地 的目数上来讲 应该说是 黑气是非常得意的 但全局来看 我们再可以分析一下 白石为什么不能搬 搬黑石 他是担心这一段 一段的话 因为这里一带 白石毕竟也没有交代清楚 如果简单的打了一场 那肯定黑石就转身了 这个转身 将来白石这种段 就根本黑石就无所谓 这两个字都可以给 所以他这其实也不太肯搬 搬的话 其实最强可能是要长这个 单长这个 但这个应该黑气也不怕 这个再一贴 这个真杀起来的话 也是不太怕 或者他也有可能担心 黑气唬出 就担心一手机 把他给闷死 所以他实际上经过 反复的思考 这一态 我记得他想了很久 就退了 黑石爬 走 实际上白石走这个 下一手黑石多多小小 吓得过于有些过分 我觉得这骑本手 还是应该走这个 这应该 白石贴的话 趁着黑石不跑吧 这个扳起 这应该来说 还是黑石很崇隆的一盘骑 当时觉得这骑有点苦 走这个的话 因为白石将来这个有先手 这里一旦组多的话 白石一粒 黑石要出问题 这会有一点问题 而且当时被白石这压一下 也觉得有些难受 这一单 只能 倒是有可能只能靠卖这个 如果不卖这个的话 白石这一段 当时我就怕他走这个 就立 他走这个的话 白石可以压一下 这一下黑石很痛苦 黑走这个被断死了 只能沾 沾的话白石再走这个 黑走这个 这个感觉有点苦 白石一夹 但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黑石沾这个 沾这个白石一长 感觉白石有点广 所以当时你觉得 长也不舒服 沾也不舒服 都有点麻的时候 索性来个狠的提 但这手机还太造劲了 我觉得黑石还是一个走这个 那他交换几下 就加湿黑石搬出 就刚才我们这个图 假设白石往这再花一手的话 黑石就搬出 这黑石一点都没有差的道理 如果走的话 那我将来再走 这一手机不是太大 或者先飞一个 白石就算加黑就抢个大厂 这样应该说 还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旗 实际上这部提 我觉得是有些躁进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次节目 也讲的这种关键旗 特别容易把旋崩得过紧 白石实际上一打吃 黑石一沾 实际上对手 肯定对黑石这个无语的下法 也有些生气 走这个 贴 黑石凑一个步调 所有黑石拐应该是必然的 白石搬 黑石走 白石虎 首先黑石不能搬 搬的话 白石就会帮白石下棋 白石就长也好 走这个也好 另外 这时走这个的时候 白石虎也是当然的一手 下面黑石沾冷静 希望这个沾一个肯定不亏 白走一个 下面一手 我到现在有些不能理解 我实际上去拐这个 确实没有这个道理 我这时还是应该冷静 把这个三个吃回去 当时就是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甚至黑石可以这吃一下 求一个保险 这没有什么好可惜 当然一直觉得这骑 可能觉得不乐观 这吃三个子 这效率太低了 但实际上这吃三个还是非常大 白石这里也拿不住你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就走这个就跟着尖也可以 尝也可以 白石大致也只能 也确实没什么好的办法 也就大概是走一个黑石做活就完了 这骑其实这样走的话 黑石一点都不差 依然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旗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确实在这些局部 黑石这个悬崩得过紧 黑石山拐了这个 这一手旗感觉就是要闯祸了 黑石石山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如果吃的话 白石这个子也无一放在这 而黑石拐的话 实际上白石也放在这 就能黑石本来可以联络的 带着木树联络的 现在放弃了 要开始对白石这块去进行攻击 那这个来说就已经有点困难 白石先走的时候 白石很机密 先走一个这个 直接走不行 直接走的话 黑石一打吃 那白石形状就有点难受 如果沾 黑石搬 白石打吃 黑石沾 这白石跑不了 再打吃的话 黑石就长 依然跑不了 沾 黑石打死 沾的话 黑石就冲死 依然跑不了 那如果白石长呢 黑石提一下 再联络 那这个旗形来说 那就是差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肯定不能差这么多 白石顶 这时候黑石拐多多少少还是明显过分 实际上黑石走这个 白石断 当时是觉得这个起也没办法 只能吃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明显亏了 黑石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石吃了转身 那这个时候 这个确实黑石不太好 黑石走了半天都吃点干子 而且白石这三个再也不会补了 白石肯定往这长一个之类的 或者飞一个白石补墙 这个转换是黑石不能接受的 那这骑 黑石忍了一下以后 白石还留了一个吃过 那从这里的一个局部来看 这个黑石损失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严重 实际上白石一管 由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原因 悬崩的过紧的原因 所以导致了这一串黑石的下法都明显 过于紧凑 过于过分 下成这样的话 明显是黑石一个大苦战 首先这起白石如果将来以后的话 白石有这样的手段 可以强攻黑骑 就算不强攻 这个飞一下 把这个搜一圈 就已经很有收获 更关键的是 黑骑这一块骑 需要非常困难的一个处理了 这块先白石这里同墙铁壁 如果一旦黑骑这一旦连不回的话 白石这里也是铁后的 黑骑就成单纯的跑孤骑 更何况从实地的角度讲 白石这一串也非常大 走了半天 这一串黑骑应该说是明显的过分 因此齐聚至此的话 应该是白骑占据一定的上风 实际上黑石这面临选择 黑石如果冷静提 白石就走这个 黑石长 白石一虎 这样的话 这个白石形状也好 而且黑石这个不敢再发力 再发力直接被断死了 只能虎的话 白石就往这边赶 黑石跳 这个几乎已经可以看成 黑石几乎已经不大了 黑石假设非 白石就再跟着走 黑石走了 半天全贴着白石的后屎 而白石全走在外面 全局实地的差距其实也并不大 所以实战 黑石咬咬牙打吃 走 长 只能先把头震过来再说 白石走这个 黑石长 这棋应该说也是拼得相当的凶 白石贴 黑石长 黑石这一串应该也是有收获 但实际上白石小尖以后 黑石十分的痛苦 这棋应该说实际上是纠结了半天 很想走这个 因为这个价值也非常大 或者中间补一个 一方面将来 黑石再搬出 这个成反共倒算了 但这个时候 白石这个吃了 这个 最客气是立侠 这个价值也非常大 更何况白石有可能跟你打结 打结的话 上面黑石不好做活 所以如果打吃了 黑石只能沾这个 那就有点痛了 白石走这个 黑石大只小飞 这些手被收一圈以后 白石该走哪走哪 当时觉得实地也并不一定优势 但其实在这个局面 如果现在用理智的 心平气和理智的一个角度分析 这其实是一个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黑石实际上提一个明显 还是过分了 当时是觉得提完以后 这里有点一个特别舒服 想想这眼心应该来说 不会成太大问题 但实际上这显然激怒了对手 对手点了一跳 这黑石整块骑 虽不至于死 但有一种窒息感 因为这骑 作为黑石来讲 这一代白石 都有看不见的一些先手 一旦让白石 比如说这里多走两个的话 当然这白石一点 黑石这块骑插翅难飞 所以局面进行战至此 黑石这个局面 一点都没有任何好转 防有种血沙僵霜的意思 所以回过头来想 这骑两害相权取其轻 确实应该先把这个自己走唱 那咱慢慢等待机会 尽管这手骑非常大 这手骑价值非常大 但黑石这个飞本身价值也不小 关键白石估计 这骑的话大致也只能做活 黑石爬 白石走这个 首先黑石这骑不太能脱先 脱先尽管活没问题 但被人这一搬实在是那个痛 走这个的话白石一靠就死了 黑石要活只能靠这搬了一粒 那这个白石先手抠两个呢 确实太大 可以假设这骑就猴一个做活 这骑应该客观讲 好肯定不会好 白石就走一个 就正常定型 再甚至就走一个大场 或者正一个 这骑肯定是白棋优势 但这样肯定黑石还有机会 所以美刀和韩国骑手下骑的时候 保持一颗平常心啊 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些年在国际比赛中 我们和对方的竞争 应该说是非常激烈 黑石提 然后白石走成这个的时候 我心想这骑肯定又是苦战了 苦战了 这骑确实也是非常痛苦的一盘棋 现在这样 这里肯定不能往这跑 然后只能往这跑 这个一个白石有这个子 往这里跑的前途其实也相当渺茫 下到这里 黑石无疑是一盘大苦战 说到这里 也想正好和大家谈一下一个 中韩业余争霸的问题 这是在一个坊间非常流行 也非常经常喜欢讨论问题 不仅是职业棋界中国韩国谁强 业余棋界中韩谁强 也是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我个人认为 应该还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在最高级别的世界业余威胁领标赛上 中国棋手应该说拿冠军的次数 相对来说稍微要比韩国棋手要多一点 但韩国棋手在一些商旅杯上 商旅杯其实拿冠军可能也是中国多一点 但毕竟中国是主场作战 而且中国参赛棋手要多于韩国 韩国每次来的都是他们一些精锐的棋手 所以中国有一个人数的优势 所以在商旅杯上优势有 但有几次韩国棋手表现非常精彩 比如说前八名又占了五个 这个优势又非常大 最激烈的一次应该说是黄金杯 黄金杯由于中国的一个亡选的一些原因 很多棋手包括我在内 有很多的一些高手王琛啊 我包括唐忠哲啊等等 很多棋手都没有出现 而韩国棋手来的 他们都是确实是最强的 随后韩国棋手包揽了前七名 当然也有中国棋手那次发挥不佳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成绩或者数据也好 其实也就想说中韩还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因为韩国这些院生确实非常厉害 其实韩国的院生翻译到中文 其实就是冲断少年 院生的这些表现 它其实最大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一个段位制度的问题 韩国每年只有六到八个名额 而中国有二十个名额 而且再加上女子的十个名额 共有三十个名额 而韩国有些 经过常年累月的一种积累以后 韩国的那些业余棋手 确实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有院生组成 他们有的还是以职业为目标 每天训练的量还是非常的大 而即使退断以后 它的一个实力的一个积累 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回想起来 我这些年从2002年开始跟韩国棋手就有交手 几乎已经下了七八批人了 他们的韩国业余棋手不断的在更新着 而他们的那些更新的速度确实也是非常的快 而像我们最早的第一第二批的一些对手 要不成为职业棋手 像李康旭 像宏清泉 这之前我们都有介绍的 包括尹春浩 他们都渐渐成为了职业棋手 而业余棋手就单单淡出了第一线 可能有的成为了一个围棋老师 有的就从事其他行业 而第二第三批的像宋洪熙 包括一些就是更为年轻的一些 包括宇东和宋洪熙这批棋手 其实他们现在奋斗在第一线的 可能也只有宋洪熙的 其他当时的那批业棋手 要不就成为了职业棋手 要不就成为了一个就渐渐淡出了第一线 所以韩国的一个更新速度还是非常快 他们一批年轻的 由于这个段位制度过于森严 所以实力的一个积累就越来越强 所以甚至我有的时候 我觉得一些韩国的一些院生 其他的职业水平只要一定上段 就会什么最强出段 像韩尚勋 包括也是帮后面跟我们经常下的一些 李祝恒 李祝恒也是战胜 曾经战胜过中国的顶尖棋手 一些棋手 其实都具有职业高端的一个水平 使得他们韩国一个定段位制度 过于森严造成的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尤其对于棋手来说 没有什么比能跟更强的对手交手 更愉快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非常应该说 我非常喜欢和韩国棋手下棋 因此我们也在民间 包括新浪网等等 经常会有一些中韩业裕的对抗赛 擂台赛 这都深受齿迷的一个关注 当然也会给我们很多压力 尤其我们输给韩国棋手 经常说你们怎么又输给韩国棋手 韩国棋手怎么比你们厉害这么多 其实从某种角度讲 这都是好事情 而且没有到一方压倒另外一方 我觉得应该还是属于同一水平线上 当然我也更希望 中国的一些年轻的业裕骑手 能够更加努力 有更加的一些新兴涌现出来 不能是我毕竟也下了八代人了 而现在一些年轻骑手 一些涌现 包括像苏广月 唐宗哲 赵言 这些的加入进来 再加上原来的白宝祥 马天芳 王称之类的 中国完全有实力 可以跟韩国业裕骑手一战 所以这个对于以后来说 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乐点和看点 也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和韩国 继续有一个中韩业余争霸 争霸下去 当然也希望朝鲜能够加入进来 这样的话世界的汽谈 当然更希望有欧美的汽手 如果能再加入进来的话 那这样的世界汽谈会更加热闹 而一花独放绝对不是一个春天 好 我们回到棋局 走到这个的时候 当时已经觉得心里已经有点凉了 肯定是要进行拼搏 刚才我们讲从这里走出来 被白宝一跳 肯定越走越 所以黑棋实战继续拼命 走这个 白棋靠 黑棋扳 白棋退 这个口子大家可以看 就简单的几下交换以后 白棋这几个子无意又加强了 而黑棋这个口一点出不来 走这个的话 白棋肯定要扳 就一手扳住了 黑棋走这个的话 白棋一断 实战是黑棋走了一个中庸的 因为这一弹黑棋是有一点先手 走这个 甚至黑棋飞一个 有一定的先手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黑棋挤是绝对先手 白棋只能走这个 黑棋还有靠一个手法 这个的话 白棋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黑棋在一起 当然这时你直接走的话 白棋挖毡 这个黑棋也同样危险 这个时候 双方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 很想走这个 走这个单 当时先走的话 估计白棋不敢搬 因为这盘棋 对对手来说也很重要 他赢了也可以成为职业棋手 对对手来说也会谨慎 但首先我是担心这个先损目 黑棋再往这跑的话 白棋就重新这一靠 依然是黑棋的苦战 况且白棋有可能会 就真的 这个必须得算清楚 就这个般的可能性 黑棋走这个不行 走这个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沾 这个图我感觉 黑棋如果只能在里边做活的话 那肯定是不能够满意的 就算做活活出来 这棋也输飞了 白棋在这里随便弓一弓 或者甚至这围一围就去输飞了 所以一定要缠住黑棋 这时 就算我平时再没有力量 再没有再下到这个时候 就算我是一种稳戒性的棋风 到这个时候也只能拼了 实际上摇摇牙把这个顶了 就挑他看不清的下 实际上对手先走一个保险 怕以后走不着 随后摇摇牙咔嚓一段 对手确实也很能拼 黑棋再飞的时候 白棋顶住 好时期 下得非常好 黑棋这部班是有一定的迷惑性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就上当了 黑棋一退 这棋顺间就要逆转了 这个局部是个打结 白棋大致只能补一个 那黑棋这个推回来 黑棋就联络了 这么联络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头是这样并着出去的 那就完全不一样 这一走后 白棋这里全薄了 将来随便黑棋往这里走的话 就全薄了 白棋当然 这从交手中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 韩国人啊 还是充满着力量 让这一团 没有任何问题 黑棋现在就 面临着一个特别痛苦的地方 这里连不回家 白棋这个防守 还是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这么走 是连不回家的 白棋一顶 黑棋粘 白棋甚至可以冲 走完以后 白棋再把这个吃回来 黑棋连不 黑棋只能挡的话 白棋一打吃 这个转化 现在这样的转化 那肯定现在 就目前而言 肯定是不行的 黑棋吃了这么一点 白棋这 已经把黑棋这全吃了 而且这随便走一个 黑棋要吃干净白棋 还是非常困难 这个转化也不行 这直接突围也不行 似乎陷入了难局 但这时 其实白棋也有一些 难言之隐吧 黑棋这里 将来真的可以拼命的时候 黑棋这 几十决先 再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有一个 这样拼命的一个手法 再一挖 整块白棋 或者甚至黑棋 从这边贴出 整块白棋也是被分断着的 所以黑棋 当时心想 这里暂时只能 先不下了 挑它看不清的 把这吃一下以后 先从这挑 心想这里 如果一旦这里杀起来的话 白棋这里的先手 就不一定是先手了 作为这个时候 作为黑棋来讲 也只能这么拼了 白棋走这里 大苦战是毫无疑问的 这棋只能继续往外拱 白棋一粘 随着黑棋一并 就这个思路 考验你 你如果要继续杀我的话 我就把这个 甚至卷着你一块跑 我也可能先保留 先往这跑 看你硬手 一旦到实际成熟 我就要开始反攻你这一块 实际上白棋下得很老练 白棋走这个 先把自己下后始 这两块 现在他心想 我从这个口子跑 这两块依然是位在旦夕 实际上只能走这个 白棋走 搬 搬 再连搬 要求下后 这个黑棋不能冲动 冲动这样杀气的话 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个气明显不够 黑棋立的话 白棋这一搬 走 这简单杀法 或者白棋单点 这个黑棋是明显不够 所以像这种东西 无味的一种拼搏 就是没有意义的 先缓住这个局面 先把这个吃了 这个没法忍啊 这个忍肯定没法忍 人这样沾一靠还是死的 只能立着活 立着活的话 白棋一沾 这局不仅便宜太多 实际上先这样 白棋搬 其实他这个棋也没想明白 这棋其实白棋已经可以考虑把这些打了 他是觉得他会打 担心损 担心我跟他雇注一致 其实这个打是没有必要保留的 但即使这样下的话 黑棋依然很危险 实际上黑棋先把这个贴出 这个应该说是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当时我一定是疯了的一个下法 但确实也没有办法 一方面我要瞄着这个段 另外一方面要想办法对这块鞋的反攻倒算 同时还瞄着这个冲段 这是尽可能的捣乱局面 白棋贴 只让黑棋再一段 其实我觉得这时他最简面就把这个给争了 或者是飞死 我再走这个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打持住 这应该说应该也是 但他可能觉得这样下赢的不够多 赢肯定是白棋肯定是优势 但如果说真的要怎么样赢黑棋 肯定也会这样走 我肯定当时也是这么拼 他可能觉得这棋实地上并没有优势 所以我断的时候他走这个 吃 然后黑棋一跳 这真的是已经是奋不顾身了 这样的一个奋不顾身 但这棋确实是有一定乱了 白棋打吃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黑棋什么都不要了 我感觉就好比两个剑客吧 决战的时候一方已经完全不防守了 不管你怎么刺我怎么捅我 我都是先开始杀你 完全是拼命的一个状态 黑棋管 白棋一段 行之这样 我先来卷你这一块棋 我这块大龙的我唯一的优点 我这棋确实一个眼都没有 但我唯一的优点就是气场 这个对手似乎对这个白棋 突然一下子黑棋这么发力 有些触不及防 但他依然下出了这两个 这个跳 这个确实好气 首先切黑棋不能冲断 冲断的话 白棋靠一个的话 黑棋已经倒了 关键白棋还用这个打这个 就靠一个就好 不用再打 黑棋粘的话 白棋就把这个贴 这全死了 这三个棋已经死了 如果假设这一棋 那这已经结束了 黑棋这条大龙首先活不了 这里关键到处嵌的棋也不了 黑棋这里 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算黑棋这棋 不一定要怎么样 不一定是一定要 把白棋给吃住 但一定无论如何 把白棋全围进去 而且后 然后再跑这个 跟他最终 这还有一搏的机会 当然最好是要对这里 白棋施加毒手 黑棋一样 白棋回天 所以黑棋先也不杀你 我先把这个走后 因为只要走后 这里还有最后一搏的机会 尽管不管这个搏的机会 大还是小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 白棋贴 黑棋一靠 这个白棋也不能太消极 白棋这样做活的话 黑棋这个木树 拿了太多 再在这里决战的话 白棋也没有任何成算的可能性 而且以对手的 我们看出对手的一个脾气 也是相当暴躁的一名棋手 也是毫不犹豫 这时他要逼着我退浪 那肯定 作为黑棋来讲 本来就是已经在拼了 实在在拆这个 反过来威胁白棋 白棋实在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单走这个 他单走这个 可能是怕这里走不着 所以他实在打吃了一下 但打吃了这一下 看成是败招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都已经进入了 30秒一次的独秒 可能也没有办法算这么轻 他单走这个应该说是 有风险 黑棋如果粘的话 白棋带打的时候 他担心我搬了 他亏幕 他担心这个打不着 然后这里还要最后一卷 一站 他不肯先亏的情况下 跟我一站 另外黑棋也有可能走这个 但白棋也打的话 黑棋一断 总之他就是担心这里亏幕 他不愿意损 所以先打吃这个 但打吃这个的话 给了黑棋一个机会 黑棋顶补这个 逮捕这个以后 就白棋自己撞了一口气 当时可能觉得无所谓 当然这里对杀的话 这一口气也无所谓 但实际上是致命的 白棋这时 其实变化还很复杂 比如说白棋先走这个 黑棋只能粘 白棋再飞这个会怎么样 然后黑棋打吃了 再走这个局面 应该说还是非常乱 但实战白棋先飞这个 黑棋挖粘 他怕转身把这个粘了 黑棋收 这形成了一个对杀 白棋 黑棋接 白棋气比想象中要少 因为初看的话 是觉得黑棋气明显不如白棋 黑棋而且起形也不对 但其实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黑棋只要能粘到这个的话 黑棋气意外的长 白棋一斑 黑棋粘这个要紧 如果走到这个的时候 如果直接收起被白棋一断 这黑棋气一下子就输得出了 所以粘这个是长棋要点 而关键是白棋之前都没有机会走 走的话黑棋度 白棋一斑 黑棋长 其实这棋 从事后来看 白棋好像已经是不太行了 实际上白棋继续贴 黑棋走进 白棋走进 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我才看清我意外的 就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情况中 突然把白棋给卷死了 这应该说是意外窒息 当时其实思想并没有想那么多 当然觉得只要把这棋封住 我是打算最后再跟他这里决一丝战 然后殊不知在这一个收起的过程中 发现他已经死了 实际上白棋爬 黑棋沾 白棋再收 黑棋只要不是打持这一下 这棋就是快棋 也别是扑 黑棋就团这个 扑的话就死了 扑的话反而是黑棋死 其实黑棋自撞了一气 再走 白棋一收 这棋 白棋可以爬 甚至白棋单棋 就白棋单棋就好 黑棋走 白棋就一拖 甚至先拖一下 这棋已经死了 就不用收那么多 所以黑棋不要去扑这个 黑棋要走这个 白棋反而死了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 黑棋团 白棋走 黑棋这个 这一口弓棋是对黑棋有利的 黑棋要把这个收了 这是对黑棋有利的一口弓棋 所以在这个的时候 白棋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 大棋对上 坐眼的话 更是被直接扑了一口 利完扑 一口气就懵了 团这个时候 白棋大棋慢一气 已经是不可避免 应该说这盘棋 我们中关整盘棋来说 应该说这盘棋 黑棋赢的 应该说还是相当侥幸的 因为为什么说侥幸 因为我去卷它的时候 我去吃它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能吃到它 我只是想外面包扎一下收一圈 然后再在另外一个局部 跟它最后一战 发现收起收得快的时候 我发现 这次应该说还是很幸运的 凭借着这盘胜利 我终于夺得了 国务总领备的冠军 但中韩棋手一个争霸 我想依然会继续 路的前方依然是路 希望年轻的中国棋手们 更加努力 大家一起加油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